西门豹将计就计 巧妙破除了叶县 合博取妻的恶所 并大理新修水利 加强军备建设 使叶县成了魏国最富足的地区 出色完成了魏文侯 交给他治理叶县的重任 然而到了任期考核的时候 西门豹却被魏文侯 撤了职 这是怎么回事 被撤职后的西门豹 又是如何反击的呢 系列节目西门豹制业 历史学博士王志轩 将为您讲述巧妙见 轻史留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西门豹巧是妙计 铲除了叶县的乌婆和贪官污吏的首要分子 以铁手腕来推行变法 并且抓住了关键问题 兴修水利工程 发展农业生产 藏扶于民 于兵于农 叶县呢 在西门豹的领导下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举有魏国的落后地区 变成了最富强的地方 可以说啊 西门豹刻进之手 圆满完成了国君魏文侯 交给他的历史重任 然而 现实却给西门豹当头一记梦棍 到了任满考核的时候 他的考核结果不合格 西门豹因此还被撤职了 可谓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件事 韩非子有记载 西门豹为业令 轻刻截阙 秋毫之端无私利也 然甚简左右 左右因相与彼州而勿之 据七年上纪 军收齐喜 这段话呀 是说西门豹啊 做夜县的县令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清政连结 连一分一毫的私利都没有 他也不和权贵 不拉关系 不走后门 和要害部门的大臣们 也没有私人往来 魏文侯身边的近臣 还有权贵们呢 都觉得西门豹这个人很傲慢 于是就勾结起来 排挤西门豹 到了三年任满 地方官啊 按照惯例 要把官府的账策 呈报到朝廷 来报告自己的政绩 朝廷呢 进行考核与审计 这个时候 朝中的官员上下其手 把西门豹平了个不合格 韩非子啊 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对西门豹这位法家前辈的记载啊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西门豹被撤职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魏文侯虽然是一代明君英主 但是他不可能势必公亲呢 必须借助各个部门的官员来管理国家 这些官员呢 就好比是魏文侯的左膀右臂 问题就出在这些左右手身上 如果西门豹没有治理好夜线 倒也罢了 穷乡僻壤 没什么油水 偏偏西门豹彻底改变了夜线的面貌 那魏国朝中的权贵 看着西门豹把夜线治理得井井有条 富甲天下 而且兴修了西门十二区 大家伙都觉得夜地的油水 大得不得了 因为提到兴修大清水利工程啊 一定会有人想 干工程是最赚钱的 尤其是大工程 手指头缝露一点 油水就很多啊 魏文侯身边的晋臣 因为历史的原因啊 他们大多是国君家族内部的权贵 用今天的话说啊 就是魏文侯家里人 这些晋臣依仗自己的出身 而得到魏文侯的信任 没有过人的才能和操守 大多数是贪图私利的人 于是啊 他们就眼巴巴的 等着西门豹给自己上贡呢 当时的官场习期啊 地方官员要定期向国君身边的权贵 与工作人员进贡财物 地方特产 以便在任满考核的时候啊 有人在国君那里美言几句 评委也能打个高分 这就是人质而不是法质的弊端所在啊 这些权贵晋臣对西门豹望远欲穿 垂涎三尺啊 可是西门豹啊 跟其他地方的官吏不一样 就是不搭理他们 这些权贵晋臣呢 就与小人之心堕君的知福 以为西门豹吃毒食 把夜线的好处啊 都毒吞了 是一个不懂事的人 于是纷纷在问文侯那里 进禅言使绊子 西门豹啊 就是因为漫代了朝中的权贵啊 而受到联合抵制 在战国初年那个贵族社会 人质的大环境下 西门豹 很难洗刷自己的冤屈 因为众口硕金 机会消股嘛 温文侯被蒙在鼓里 既然大家对西门豹评价不高 他也信以为真 西门豹这时候是百口难辩 西门豹作为夜线县令啊 他可以改变夜线 但是他难以改变整个时代啊 也改变不了魏国啊 在夜线西门豹算是一位大人物 但是在整个魏国 这个夜线的强人 也就露出了他脆弱的一面 西门豹面对魏国的旧体制啊 就摔了个大跟头 西门豹这样的清正联名 忠于职守 不额权贵 富有操守的人啊 在战国时期 魏国的贵族社会是吃不开的 你想想一个标信利益 特立独行的人 必然会受到众人的攻击 这就是老话说的 木秀于林 封闭摧之 魏文侯身边的近臣们 没有得到西门豹进贡的孝敬签 他们在西门豹任期考核时 故意造谣重伤 压低考核成绩 这当然是西门豹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但却不是根本原因 那么导致西门豹被撤职的根本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系列节目西门豹置业 历史学博士王志轩 将继续为您讲述 巧进见 轻史流明 透过现象看本质 西门豹被免职 是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 魏国新旧权力争斗的结果 事情的起因 是魏文侯需要任命一位新的相国 围绕相位 魏国发生了一场权力争斗 魏文侯这个人历经图治 他作为开国君主 当然非常需要一位精明能干的相国 来辅佐自己 经过考察 新一届的相国 确定了两个候选人 其中一个还是翟皇 西门豹上任叶令 就是翟皇推荐给魏文侯的 翟皇除了推荐西门豹 担任叶令 还推荐了吴启镇守西河 推荐了岳阳攻取中山国 推荐了李克镇守中山国 还推荐了屈侯父来辅度太子 翟皇推荐的这五位人才 都是法家人物 是实干家 也都被魏文侯为以重任 他们也不负重托 给魏国立了大功 翟皇这个人呢 资格比较老 性格耿直 敢于直言 忠心耿耿 非常受魏文侯的宠幸 被魏文侯代为上卿 所以啊 是新一届相国的热门人选 翟皇还有一个 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魏成子 魏成子也是朝中大臣 他这个人呢 善于交朋友 仗义书才 人际关系特好 魏成子每年的俸禄 大概有千宗 估算起来啊 大约相当于 现在的一百万斤粮 是吧 魏成子啊 就把百分之九十的俸禄 用于结交朋友 他把当时的大儒家 补子下 田子方 段干木 都推荐给魏文侯 补子下是谁呢 是孔子的高祖 田子方 段干木 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这三位都是大儒 学养生后 道德高尚 魏文侯 拜子下为师 向他请教儒家的经典 对待段干木 田子方呢 也像老师那样尊敬 就是因为 魏文侯 高度重视儒家 所以 在魏国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西河学派 除了给魏文侯 举荐贤 更重要的是 魏成子 是魏文侯的亲弟弟 魏文侯就需要在翟皇和魏成子之间 选择一个人担任相国 相国是辅佐国军处理全国事务 位高权重的一个位置 所以 魏文侯不得不慎重考虑 严肃对待 考察的过程当然很曲折复杂了 我们 省论 不说 结果是什么 魏文侯最终决定 任命自己的弟弟 魏成子为相国 翟皇对此呢 有点不满 他发牢骚 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呢 魏国的史书就记载了翟皇这句话 但是翟皇也很快地接受了现实 他是个聪明人 因为他看到啊 魏文侯对待儒家人物 像对老师那样尊敬 而自己推荐的法家人物呢 在魏文侯那里啊 仅仅被当作臣子对待 翟皇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啊 而且 魏成子是魏文侯的亲弟弟 翟皇与魏文侯 则没有那么深的关系 如果比较起来啊 这个儒家和法家有什么区别呢 儒家追求仁义 法家追求功利 儒家特别重视人事关系 法家呢 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事 儒家温文尔雅 法家有点死板刻薄 儒家呢 敦促国君 广实恩德 法家呢 则让君主以刑罚来树立威信 儒法两家的治国理念 虽然不同 但是可以互补 所以咱们后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 外辱内法 就是把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 但是魏文侯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啊 这次相位争斗啊 宅皇失事了 西门报当然也深受影响 这个时候啊 魏国还没有经过彻底的变法 还保留着比较浓厚的人质色彩 魏城子与宅皇儒法两派的争斗 最终以儒家胜出为结果 作为法家的西门报啊 欲欲不得志 强导众人推 这个事情也在情理之中啊 城门失火 殃及池雨 西门报不得已成了 如法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但有着治理夜宪的妙手回春 有着和巫婆豪强较量的勇气和智慧 西门报当然不甘心这样的失败 他决定再次利用政治智慧和魏文侯 及朝中的权贵们较量一番 那么他是如何发出的挑战 这次挑战能再次获得胜利吗 系列节目西门报置业 历史学博士王志轩将继续为您讲述 巧尽见青史留名 西门报是一个要强的人 他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了 所以为了洗刷冤屈 他决定再一次运用政治智慧 来挑战整个魏国的旧体制 于是西门报就觐见魏文侯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 而是诚恳地承认自己工作的不足 还有失误 希望魏文侯再给自己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并且立下了军令状 他说啊 陈西门报 以前不知道怎么治理夜县 认满考核不合格 完全是我就有自取 我经过认真反省 现在已经制定了新的工作方案 请您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再认一届县令 如果还治理不好 我愿意接受腰斩的刑罚 这魏文侯听他说得很恳切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新门报继续担任夜县县令 这一次啊 他就迅速调整了自己的风格 不就是给朝中的一些权贵送礼吗 这个好办呢 夜县现如今有钱呢 于是新门报就用夜县的前后务节 魏国的朝中权贵 频频到国都送礼 魏文侯身边的大臣们呢 大多得到了西门报的好处 大家呢 礼尚往来 投桃报礼 一致改口 180度大转弯 西门报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到了再一次认满数职考核的时候 西门报得了一个最优等级 魏文侯听说以后 立即召见西门报 而且他亲自走出宫门来迎接 见到西门报就行礼 哎呀西门先生辛苦了 你真是不辜负寡人的厚望啊 这个时候西门报知道 周许的时候到了 他说啊 主公啊 往年我勤勤恳恳为国家治理夜线 到了期末考核 不合格 您撤了我的职 现在呢 我是为您身边的权贵来治理夜线 结果呢 您走出宫门 远远地来迎接我 并且向我行礼 我作为一个忠臣 心里很痛苦 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 我只好提出辞职 魏文侯啊 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他说啊 我已经明白了西门先生一片苦心 还有忠心 请原谅我的无知 请继续留任 替国家来治理夜线吧 观众朋友们 想一想 西门报给魏文侯脱了底啊 就等于说 把魏国朝中收礼的权贵给举报了 西门报可以在魏文侯的支持下 除掉夜线的贪官和乌婆 但是 你西门报能除掉魏国满朝的贪官吗 这一次啊 西门报的敌人要比夜线的敌人强大很多很多呀 明知不可而为之 这就是西门报的可贵之处 他已经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脸皮已经撕破了 西门报也就无法在魏国官场立足了 所以不久啊 西门报就坚决辞职 关于西门报为自己平反昭雪的事情啊 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淮南子记载的 虽然呢不十分可信 但是因为西汉距离战国不远 也有几分史实在里面 我们参考一下 淮南子记载 西门报担任夜线宪令以后 夜线的公家钱粮仓库里面没有粮食 也没有钱财 武器仓库里面没有铠甲 也没有刀枪弓弩 官府里面没有会计账目 于是啊 就有人多次到魏文侯那里啊 打小报告 说西门报读职 魏文侯听说啊 决定去查个究竟 他突然造访夜线检查工作 发现这里啊 果然跟小报告情况一样 那魏文侯召见西门报 说啊 你是翟皇推荐来担任夜令的 我信任翟皇 也信任你 可是你辜负了我的信任 把夜线治理的乱七八糟啊 严重的失职毒职 如果你能马上改邪归正 我还可以原谅你 不然呢 我就要治你的死罪 西门报啊 怎么回答的 他说啊 称王于天下的君主 藏富于人民 称霸于天下的君主 把财富用于军事建设 而那些即将灭亡的国家 才藏富于国库 国君您的志向是称王称霸 所以陈西门报为您藏富于民 如果您不相信 请您与我一同登上夜城城门 敲打战鼓 士兵马上就会前来集合 粮草也会立即准备完毕 魏文侯啊 于是和西门报登上了城楼 敲打战鼓发出了警戒信号 敲了第一桶鼓 不久就见到老百姓披着铠甲 背着弓箭 手持兵器 从夜县的四面八方前来集合 迅速组成了作战部队 又敲了第二桶鼓 只见老百姓推着小车 载着梁草自重前来集合 迅速组成了后勤补给部队 魏文侯看后很满意 他说我相信西门先生 请让老百姓回去吧 西门报说我曾经与老百姓 约定过敲响夜城的战鼓 就意味着战争开始了 如果现在让他们解散 意味着失信于民 一旦失信于民 以后民心就散而不能用了 难道您忘了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的故事了吗 北边的燕国过去 曾经侵占过我们的八座城池 臣请求借助这次集合士兵 咱们向燕国发兵收复失地 魏文侯点头同意 于是西门报发兵攻打燕国 收复了国土 由此看来西门报 还是我国历史上 推进军民融合的先驱人物 西门报的最终命运 历史语言不详 通过灵星的记载 我们知道他没有得到善终 辞职之后就被人害死了 韩非子记载 西门报不斗而死人手 西门报是法家人物 变法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 西门报动了谁的奶酪 谁就有可能趁着西门报失事 要了西门报的性命 俗话说 五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 成与争斗也亡与争斗 这就是西门报作为 先秦法家的历史宿命 西门报的历史功绩 主要表现在对夜县的开发与治理 他把一个贫瘠荒芜 民不聊生的夜县 通过有效治理 变成了魏国最富裕的地区 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 至今仍在造福当地人民 这些工程通称西门十二区 因为设计合理 再加上西门报具有很高的历史威望 所以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史记记载 汉代因为修建迟道 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地方官员准备对水渠加以改造 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抵制 群众认为 西门君所为也 贤君之法事不可耕也 什么意思呢 老百姓们认为 这是西门报修建的水利工程 圣贤的规矩不能轻易改变 我曾经在安阳考察水利 西门十二区目前仍有部分发挥作用 继续造福百姓 这一点上啊 西门报的水利工程 可以与都江燕相媲美 俗话说啊 正生人去后 艳古留生人过留名 西门报以忠臣能臣的美名 永留青史 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堪称千秋万代 中国地方官员的楷模 西门报的故事啊 在魏国代代相传 吕氏春秋记载 到了魏文侯的崇孙子 魏湘王在位的时候 有一次 朝中大宴群臣 酒干而热的时候 魏湘王向群臣酥酒 说 我希望你们都能干一番大事业 就像过去西门报 所做的那样啊 史记说呀 西门报为业令 明文天下 责备后事 无绝以时 即可谓非贤大夫在 这是正史对西门报的 盖棺定论 给予了很高评价 政治家的推崇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西门报永远活在 叶城人民的心中 叶城的老百姓 修建了西门大夫辞 至今祭祀不绝 大夫是古代诸侯国中的 中层官职 也是对西门报的尊称 咱们中国人呢 认为人有三不朽 分别是 利得利公利严 西门报 兴修水利 改造漳河 为老百姓立了大功 是千载不朽的盛事 从西门报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看出 为官一任 就要造福一方 要多为老百姓做好事 只要为老百姓做好事 人民群众可能一时不理解 但是终究会理解你 拥护你 忘不了你 今天我们说的是西门报的故事 流传千古的 不仅仅是西门报 破除迷信 一风一俗的 快日人口的故事 我们还要学习 西门报 为国为民 不怕牺牲 勇于改革 建功立业的 中国古代法家的 高尚行为 与深刻思想 观众朋友们 西门报的故事 到这里就讲完了 谢谢收看 再见 北宋神宗西宁年间 向周发生了一起 抢劫杀人案 凶犯三人被判死刑 但是数年之后 朝廷的一名司法新锐官员 却异口咬定此案 判决为错判 这起案件的副审 触动了皇帝最敏感 最忌讳的神经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 一桩命案 向周截道案 上级命案副审 起风波 下期播出